你知道吗?中国的火炮射程已经达到了恐怖的480公里 世界排名第一的卫士2D火箭炮比世界排名第二的美国M270的射程45公里整整超出了10倍 我军这种独步天下的杀手锏现在已经部署在福建浙江沿海地带的东部战区 把这种远程火炮配置在前线意味着什么呢?目的很明确 一是继续加快和平统一祖国的步伐 二是我们不得不用非和平方式统一祖国的情况之下 可以瞬间清扫任何渡海灯户的障碍 大家好 美国之音看到一篇文章 这个是一个美国众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主席阿米贝拉 他是在全球台湾研究中心第五届年会发表视讯讲话的时候 他就是说警告习近平 就是对习近平发出信息 就是说不要犯错 别过分 不要推翻现有的国际秩序 他在这个中心要点 他是说什么 在习近平领导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选择了和过去完全不同的方向 迫使全世界重新评估中国的胁迫行为 因此并不是全世界在联手对付中国 而是美国要确保现状不被改变 所以你看他这个说的是非常非常直白 那么这个他谈到台湾的这个问题的时候 因为这个是他主题 他们就是什么 全球是台湾研究中心第五届年会 专门研究台湾问题 那么他贝拉他说 在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再以咄咄逼人的作为改变现状 也改变数十年来地区和平稳定 及繁荣的发展轨道 这个改变迫使美日欧 澳大利亚等更多的国家 敢警觉到中国的威胁 美国要确保现状不被改变 也要确保台湾人民 能够持续拥有决定自己前途的权利 因为台湾的未来应该掌握在台湾人民党手中 那么这个贝拉他是强调他什么 他最后强调 他说他希望习近平 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共和国能够理解 过去四十多年来地区的繁荣符合所有人的利益 美国没有必要改变政策和手段 因为中国得到繁荣 台湾得到繁荣 地区所有国家也都得到繁荣 美国坚定的致力于保持这个现状 其实贝拉这次他的谈话就是说 非常的直白 就是说不要犯错 别过分 不要推翻现在的国际秩序 现有的国际秩序 那么现在习近平准备假设 如果你要准备武统台湾的话 那等于是就是改变现状 那么美国他的表态 刚才就像贝拉说的 美国坚定的致力于保持这个现状 那你如果要说武统台湾的话 那美国就基本上可以断定 他说肯定会出手 包括日本 包括那个什么五眼联盟的话 他们绝对不会坐视不管 大家都知道 现在就是说台湾驻美国代表处 他全名是什么 是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 那么现在就是美国政府正在考虑 就是说同意台湾 将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 更名为就是台湾代表处 那么这个事情一传出来 中国那当然他就要批了 开始批啊 开始要反驳 然后要强烈表达自己的不满 然后表达自己的反对立场 对不对 赵立坚那不就又出来了吗 对不对 那么关于对于就是中国这个就是强烈反应 还有强烈的这个批判 然后中国这个官媒 他不就说了吗 就说这个如果美国同意台湾驻美代表处更名的话 就是变成就是台湾的代表处的话 中国将召回驻美大使 也就是中国将召回就是清刚 那么对于这个中国这种官媒的这种强硬态度 美国众议员就是还是这个阿米阿米贝拉 在星期二的时候9月14号就表示啊 美国不是立陶宛 你不要吓唬我 如果中国对待立陶宛一样 召回驻美大使 那将是反应过度 就是什么意思呢 你如果要是 如果我同意就是台湾现在更名为台湾代表处的话 然后你就召回就是驻美大使 你这个基本上就算犯神经病 不知道怎么回事 你这根神经冻着你哪根就是哪根筋了 不过这阿米贝拉他说呢 就是他也不会低估中国的反应过度 因为这种反应过度的在其他地方就是也都见过 他的意思就是什么 我们也不会就是说低估你 你肯定会犯一项神经病的对不对 不过我们就是见怪不怪 你这犯神经病犯这个神经病精神病的 其他地方呢 我们也见过 比如像那个秦刚 就是在那个外交场合 然后就说如果怎么样 然后你们就闭嘴啊 这是外交官说出来的话吗 这是驻美大使说出来的话 我觉得你中国你真应该把这种大使招呼一下 放在美国 这不就丢人现眼吗 说到立陶宛 那么立陶宛的外长就是兰斯伯格斯 星期三 华盛顿 还有跟这个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 也会晤了 那么国务院 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 普莱斯 安德 Price 他们两个人就在会面之后呢 会面之后呢 发了一个声明 布林肯强调 就在立陶宛地区 稳定 安全 及经济繁荣的地缘政治挑战之际 美国坚定的与北约同盟及欧盟伙伴站在立陶宛一边 布林肯重申 面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意图 威胁 美国将坚定的支持立陶宛 这个阿米贝拉 也是表态也非常直白 那么现在布林肯表态非常直白 就是我们坚定 我们美国 还有欧盟 还有其他就是北约的这个同盟 都是坚定的支持立陶宛 你中国你你你你愿意召回你就召回吧 你召回大使 你召回 你可以召回就是驻立陶宛的大使 你也可以让就是说 立陶宛赶快把你们大使招回去 那么现在阿米贝拉 那刚才也说 你我们同意台湾改名 你如果要是说 我们同意台湾改名这样做 你就召回就是这个美国 驻美国大使的话 中国驻美国大使的话 也就是秦刚的话 你做吧 没关系 我们不是立陶宛 中国你别就是搬起石头 撒死你的脚 你现在你官媒这么强硬 对吧 你像胡锡进 那不也发文章吗 对不对 批这个台湾改名 对吧 然后美国就就直接表态 你召回你就召回吧 我们不是立陶宛 你怎么做 不要整天就是搞这种战狼 就像这个 就是说这个反应过度 你搞这种战狼外交 实际上是一点用处都没有 而且你像那天秦刚 就是他说的那个话 什么闭嘴 这个是非常非常实力的 在历任的中 就是驻美大使当中 都可能不会出现 我估计以后可能也不会出现 这个秦刚真是有点问题 他跟崔天赶来一样 他比起来他差太多 也许可能还 也许不一定是他的主意 也许是北京的意图 不过你在这种外交场合 就是说出来闭嘴 这个是非常实力的 好吧 这段先说到这了